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批准重磅法案 北京好日子到头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根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批诺 目前共军已将100架1020战斗机部署在东南沿海 有五个女的兵力已集结完毕 随时准备武力饭台 报导指出 在过去一年中 中共空军已经换装了两个1020航空旅 但完成换装 那么中共空军就会拥有10支全部列装1020航空旅部队 有消息说 这支正在列装1020航空旅 隶属南疆地区的一支空军旅 美媒推测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在中共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空军部队当中 就应该至少有五个女都换装了1020隐形战机 总数量应该达到有100架 据计较共军有10个1020航空旅 其中的一半都被部署在东南沿海地区 外界认为一旦未来台海爆发冲突 那么这五个航空旅将会担起支援的重任 在第一时间内就会赶到正面的战场 那么这个消息更加令到外界担心 台海战争可能会一触即发 不过中共就算真的感动武 也很难取胜 因为在台海和南海 共军不单要面对自由航行的美国航母编队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内 美国一直都在换装F-35C战机 就比足中共压力 那么另外美军位于关岛和冲城的空军 也都在进行F-22战机的轮换部署 一旦南海和台海爆发冲突 共军就要直接面对美军五代战机的挑战 那么还有好消息显示 美国正在帮助台湾强化作战能力 据悉台湾已经向美方采购了4架MQ-9B无人机 美国、台湾和日本将会共享这款海军侦测无人机的即时数据 台湾部队还会接受和美日一同操作 这个无人机系统的培训 显示出华府推动强化协调统合以因应中共武力犯台 另外鱼伦多数认为 中共是没有足够的实力攻打台湾的 而且市民也不愿意打仗 不过共产党的思维就是 他们才不会理平民的伤害 就说死1.4亿人很正常的 他们也不在意摧毁平民的家园 说西安以东200个城市都要打 他们为了保统治权力发动战争 他们怕因为战争失去钱财 就更害怕打枝了倒台失去统治地位 所以他们一旦发动战争 就会为他们为生存而打超行战 不惜毁掉人类生存和文明底线 绝对不可以轻视疏忽习近平属强调的极限思维 日前有消息指出针对俄乌战争的局势 北约即将出手 同时俄罗斯内部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甚至有高层人士公开地叫板普京 普京最近可谓连租重拳 外界认为俄乌战争或者会出现重要的转折点 据悉在乌南申卡霍夫卡大坡 被诈毁后 北约宣布将会举行北约史上最大的空军部署演习 旨在威客、俄罗斯及其盟友 另外近日北约成员国正在严肃地考虑派兵参战的问题 《卫报》报道说 前北约秘书长拉斯木森表示 如果北约不可以在7月的北约峰会上 向乌克兰提出确切的安全保障 一部分的北约成员国可能愿意自行地派兵进入乌克兰 拉斯木森表示 如果乌克兰寻求诸如此类的军事协助 法律上完全没问题 与此同时 普京正面临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困局 日前俄罗斯高层也有人公开地叫板普京 俄罗斯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 令俄国政坛高层开始对战争的整体走向感到悲观 俄罗斯商业日报报道说 俄道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扎涂林在一场智库的论坛中表示 截战目前俄罗斯没有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任何一个目标 扎涂林说 刚开战时俄罗斯喊出的口号是要去纳粹化、去军事化 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以及保护乌东的居民 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甚至其中一些目标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 譬如所谓的乌克兰中立 据悉普京是扎涂林的女儿的教父 不过现在扎涂林公开发表一种看法是有挑战普京的意味 同时最近普京的老朋友 阿加纳头目普利哥津也叫板俄罗斯当局 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 普利哥津说 如果有乌克兰在俄乌冲突前有500架装甲车 现在他们有5000架 我们没有让乌克兰去军事化 反而让他们军事化 中共官方报道显示 至今已有3个月没有发布政治局会议内容 那有分析认为 中共领导人已经深切感受到政权倒台的危机 内部的说话可能不敢对外公开了 根据彭博社报道指出 在习近平的前两个任期内 一般情况下政治局会议每个月都会召开 不过去年11月、今年的1月和5月 官方都没有公布任何会议的相关内容 外界质疑 现在不知道这几次根本没有开会 还是说当局在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上出现了变化 就反映出了一种全新的行使权力的方式 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政治局会议内容 不懂政权摇摇欲坠的征兆 不过还是千方百计的 不想让市民知道 5月30日 习近平在国安委会上说得很清楚 就说当前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 监据程度明显加大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还说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涂海浪的重大考验 中射游旗下公司总经理胡继勇 日前和依着暴露的女子 拖手仔逛街的影片 各企领导高调拖小三 逛街火促成社交媒体的热话 这个公司马上发出通知 胡继勇已被免职 8日牵手门事件的女主角也被停职 她的身份被网民大起底 有分析认为 这件事揭示了中国社会日益分裂的现实 网民深爬涉事女子董思瑾的帐号 发现上边有很多严肤内容 比如在2022年8月9日 曬出了自己新屋的照片 2022年8月13日 曬出了她戴着Tiffany戒指的照片 今年3月又曬出了珠宝盒的照片 里面装满了珠宝首饰和名标 董思瑾的帐号还贴出5个月 洗费43万元的消费记录 106万淘宝消费记录 还有北京SKP的积分兑换截图 一个积分是1元 相当于消费240万 不过在牽手门事件曝光后 董思瑾帐号里的全部内容被火速地清空 有网民就质疑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存在权式交易 不过网民爆料说 董思瑾的爸爸是第一批中共政府 派出去到日本祖道田大学留学回来的 他自己家本身就很有钱了 背景是很硬的 他读高中的时候出过留学 2014年曲线救国进入中国石油大学 并且用少数民族的身份加分 《中国数字时代刊法》梁建文章就说 优秀的父辈生了留在北京在北京买房 被国企圈住的子女 然后这样子女就进入了石油大学 毕业之后又进入了中石油 跟着就跟国企领导走在一起 如果他们之后有了吃老本的后辈 估计又会笼罩在父辈的高山阴影中 文章还说 中国不单止有三代石油人 还有三代铁路人 三代供水人 三代电力人 四代税务人 众所周知烟草、电力、铁路、石油、银行 都是中国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 其他人想进去根本就进不到 而这些行业的子弟 就一代一代可以进去了 另外一方面 这个社会也有两代快递人 一个北嫖騎手前浩 奋斗了20年 辛辛苦苦供过儿子前坤大学毕业之后 怎知都是很难找工作 最后父子二人都是做了同事 这一个就是日益分裂的社会现实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当地时间8日通过了 《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国际组织私家影响 取消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 发展中国家地位 就不允许中国再享有发展中国家的专属权力 后续的法案将会交给全体院会审议 据悉这个法案反对 将中国贴上发展中国家的标签 享有相关待遇 要求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报告 政府是否正在考虑任何方案 赋予所谓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标准 以及成员国在现有组织 条约里面发展的实际状况 那么多位跨党派议员就喊话 赞扬委员会有所行动 就希望早日结束中国的不公平国际优势 那么很多个美国参议员就直接说 无论是由经济还是军事规模 中国很明显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就长期利用这个身份 在多边的协议中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那么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根本就不需要特殊的待遇 继续将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目标不单单是与美国竞争 而且是要打败并且取代美国 因此是时候要求中国 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了 有观点认为北京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 一个是优惠待遇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 在市场准入、贷款、技术援助等方面 享受特别的优惠待遇 此外发展中国家 还在为气候变化承担责任等相关问题上 享受优惠待遇 第二是这种地位 被中共当局带来了很多名誉和地位 它可以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 处于领先地位 而它又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 做了很多法特国家没有做的事 例如支持俄罗斯、伊朗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